中文拜 那么很容易我们就联想到 当我们要感谢别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用语言来表达的 那么中间的这个字念作身 身也就是身体的身 意思是body 那么很多时候人们表达感谢 谢意的时候都会用这个身体语言 也就是gesture来表达 那么右边这个字念作寸 寸的基本意思是inch 那么如果说两个人的之间的距离 只有这么一寸之远 也就是说相当于很近了 close relationship 那么这个汉字 左中右 常见的错误是大家在这中间 写这个身的时候 要么是少一横 要么是少掉这一撇 所以说请大家要早中注意一下 如何写这个谢谢的谢 那么用这个记忆法 我们可以这样说 Those who know how to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with the language and the gesture make close friends 现在我请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汉字的写法 这个谢字的写法 点 横竖 提 撇 竖 横 竖 勾 横 横 撇 横 竖 勾 点 在使用上 我早中给大家介绍的是 谢谢 通常情况下 人们会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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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说两到三遍 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 可以用这个词主多谢 来表达 Many thanks Thank you very much 那么在英语中间 我们用这个You're welcome 来回应 Thank you 那么在汉语中间 除了不客气以外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不谢 碰巧的是不谢 从字面上来看 很容易就把它解释成 No thank you 这也就是为什么 很多新到美国的中国人 在不熟悉这个常用语言的情况下面 会生硬的把这个You're welcome翻译成 No thank you Based on their native Chinese 不谢 这样一个词主 那么大家明白了吗 好 谢谢大家 下周见